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今個星期五晚上會有轉播的越洋賽事 就是在英國排的,主題賽事就是英國橡樹大賽和隔面杯 中國有七場馬,9點正就開跑了 今次就會選擇三場跟大家推介一下 首先就是選S1的第三場,隔面杯,一級賽來的 跑2424米,10點10分就會開跑了 1號高解象 118磅三檔,網友騎,我八人馬房 這部馬的體型都挺健碩的 但是經常都會惡於體型,可能對腳負擔比較重 它有時的發揮會比較差略一點 即是它不是一種很穩定的馬 而且曾經試過有五次是大熱倒造的 都挺離譜的 今次這麼少馬跑的場合,應該陪率上都不會冷的了 大家斟酌一下,看看會不會選擇 但是它的跑法是偏主動的,擺前邊走 加上次用這個前領的策略 差點贏得一場2100米一級賽 反正能力都應該不差 差在是會不會受體型影響 跑這麼長的賽事對它的負擔會比較大呢 再看看當日行圈,個人的神式狀態有沒有異常 2號命令,128磅五檔,高進城騎,暴龍斯馬房 這筆馬跑了14次,出道至今,拿了8V 這筆馬實力都相當不錯 最近都能夠在尾單馬場那邊,即是杜拜,贏得一場G2 三歲以上的杜拜黃金之刀錦標 但是上次跳上去跑一級賽 表現就可能差一點點了 這次又跑完杜拜了 這次又出來跑一級賽加冕杯 的確它之前贏馬的表現是不差的 上次其實都不是輸得很遠的 但是問題是這筆馬是需要有快步速幫助才會對它的增勝 會增加機會的 因為它是比較一些被動型的馬 如果這個步速,大家一起在那裡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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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筆馬最近是三連勝的 都算是不錯的表現 當然,由一些表列賽開始贏起 但是上次上來二級賽都贏得到 還要是跑2,400米這個路程 反映到筆馬應付到這個路程之餘 最近的狀態應該都挺健康 這次升格再上來試試挑戰這一級賽 看看能不能夠實力跟這些馬伯爭 因為上一次他二級賽的時候 其實都擊敗了一匹有一級賽實力證明的馬 所以反映到他有機會是挑戰這些一級賽 其實不是沒有機會的 而且有個一檔對他來說應該都有點幫助 4號,飛角族群,128磅,二檔,鋪爾可騎,艾柏斌馬房 這匹馬雖然大隻,體型比較大 但是大隻得來他是那些是肌肉型的 他不是比較肉身的那些 那麼長力就不需要擔心 我相信他都已經跑過 在法國都跑過那些2,400米 3,000米都到的 途程去到尾單2,800米 3,200米這些全部都跑得到的 所以途程對他來說就很無難度 這匹四尺馬其實表現都很準成的 他跑了六次那麼大把 五win一個第二來的 反映到這匹馬絕對是今場的奪標分子之一 上次跑的時候其實都有點搶口 那場尾單2級賽 但是最後最後差一點點而已 很短距離地輸了頭馬 得到第二名 其實他反映到他那場馬的表現都不差 那這場的機會都很大 5號柏拉細諾 118磅六檔 李輝奇 梅行馬房 那這匹馬是法國馬來的 跑了19次的了 有個六win 但是其中六win裡面有四win 是跑一些交沙地賽 那上場才剛剛 在英國贏了一場洋賽 而且是交沙地 那要他跳到上台 在這一級賽 會不會難度高一點點呢 那可能對他來說 都比較是一個大的挑戰 6號致勝1擊 128磅四檔 帶頭李騎 莫爾 簡細江馬房 那這匹馬呢 香港馬馬其實也挺熟悉的 因為應該都見他不少的 也都離過香港跑 那這匹馬最近有兩次的表現 就比較差一點的 那一次就 跑14隻馬面 跑第11 是一場G3的賽事 那可能他去了一些比較不熟悉的場地 對他來說可能吃力一點 那之前他來過香港 12月的時候跑浪琴杯 香港平靈的跑2400 跑第二而已 那是輸給日本那隻耀滿平 其實都不是輸很多 那之後去到尾單了 挑戰杜拜司馬經典 那林拉斯就差一點的 那有些那麼多 軍速啦 林拉斯那200米 那所以比前面那三隻走掉了多少 那回來有個第四 那反映到其實批馬一級賽能力 我相信應該是絕對沒問題的 那繼賽職都算強硬啦 所以今場應該是大滿之一來的啦 那唯一要看的就是 去完 外面征戰回來啦 體力活不活得夠啊 那到時候大家要看一下 林牆行圈的馬的狀態啦 這場一級賽加冕杯 那只有六隻馬牌而已 那我就 只會選三隻 不會推介太多 那第一隻選的 那我就應該會 選一隻非國族群啦 那的確是他的 賽職告訴我 這一匹四歲馬是真的很厲害 那還有最重要的是 他絕對是應付到這個路程先啦 所以我覺得 對他來說應該不會太難 太成問題的 那 預期希望 大熱門 如果是六號揹飛的話 看看他會不會可以 換到少少賠率 沒有那麼熱啦 因為我覺得 自成一擊 不是沒有疑點的 因為他上次派人尾單回來 那你始終沒有 即是隔的時間 比較遠了少少啦 因為上次三月跑完 那你又乘飛機 周居流動 那現在都六月啦 那狀態來說 那狀態來說 即是是不是在top feet的狀態呢 還是還需要推上去呢 那有少少疑問 那當然啦 那非國族群都是的 但是變相他上一次 其實是這些二級賽 那對他來說可能 一來消耗的體力 未必有那麼多啦 因為一級數上 隨時都是排二級賽而已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他四歲 他比自成一擊 年輕一歲 那 那 這樣東西 可能已經很關乎到 體力這個問題了 那 我再來就會選一隻 三號活奇才 那 這匹馬呢 其實都幾厲害的 那 那因為他最近連贏三場 雖然 很多都是膠沙地走出來 但是上場這樣升格 跳上去跑草地二級賽 都能夠贏馬 那我覺得這匹馬 可能草地比泥地還厲害 都不出奇 只不過之前一直都是跑 一直跑泥地 他之前都一直跑表列賽啊 那些錦標賽 那樣升上來的 最重要是 他完全是可以應付到2400米 那樣東西一定是 不需要懷疑 最重要是賠率上 他一定不是熱門 因為 很多都可能會認為 他級數會不會差一點啊 那樣東西 那但我覺得 這匹馬上場 如果大家有得 找到條片來看 他上場 都贏得幾出色的 那 那 最後呢 上來 即走上來 準備過前面的馬上 是一點點外閃 但其實走勢都十分之好 去勢十分之好 所以我會 第二選會選這隻 三號活奇才 因為還有一檔 大家都是 六隻馬 哪隻少一點 哪隻又賺多一點 始終長途 2400米 那我最後 會選一號高解象 那雖然說 他經常大門就會輸 那 看來他大隻 又可能影響到他的腳 那樣東西 但我覺得始終 級數來講 他真的不差 他上場 就剛剛在外爾蘭 跑完場 G1 2100米 那 回到來 有個第二 其實是OK的 那差一點點就贏了 那 最重要就是 保持健康 個人的神操 個人有沒有斷放 我覺得其實一號高解象 如果不是太熱的話 絕對可以拖 那 那 那我今場的推薦呢 就是 四號限頭 然後要三號和一號 多謝大家 S1的第五場 一級賽 英國仗樹大賽 11點30分開跑 那 一號碼 合奏交響 128磅十當 許國倫騎 厄拜人馬房 那 那 今年呢 這批馬呢 其實 跑呢 就不多的 剛剛四月才復出的 那就跑了一場表列賽 那贏了 然後呢 在最近 上 兩個星期左右 在五月二十二號的時候呢 就立刻做一場 愛爾蘭 一千堅尼賽 來跑跑先 G1賽來的 看一隻馬有沒有這樣的實力 那 沒問題喔 上到名 而且他輸的距離 其實不是輸很多而已 那 他沒段的衝勢 也十分強勁的 嗯 所以上場的走勢 但是一件事大家要留意就是 他普遍跑開1400至1600 2000米都試過跑 唯獨是沒有跑過 沒來過2400 跑 那 對他來說 2400 夠不夠應付呢 那當然啦 看血統沒問題的 千萬米還嫌短天 但是他這樣跳上來跑 對他來說 會不會有難度呢 還要十當 2號上流貴夫 128磅 五檔 戴圖里騎 高士登 高素德 那這匹馬呢 應該是新星馬來的 初出到現在跑了3場 上年11月初出 4月第二場 5月第三場 他這樣還要是跳著跑的 即是甚麼叫跳著跑呢 他2歲跑深馬賽 普通跑膠沙地 然後3歲又跑那些千馬深馬賽 已經轉了做草地跑2000米了 剛剛5月最近那一場 是已經再跳了上去跑這些 GB的級數 雖然他的對手應該都是一些千馬來的 但是反映到這匹馬這三場上來的 跳情花 即是跳級數法 我覺得 絕對是可以嘗試一下這些級數 那當然啦 因為你沒試過真正對到這些 這些級數的對手呢 賠率太熱呢 就真的大家要考慮一下 但是這匹馬厲害的 三歲仔 自己主場 這樣贏三場 那今場大熱門就 其實應該都很大幾個 但是希望不要過意 有賠率空間去試一下它 3號奇粉袋 128磅四檔 高俊成騎 韋加馬房 那這匹馬呢 其實 剛剛上一場 就在法國那裡復出的 4月的時候 跑一場GV的千馬賽 就跑一點點變化地 好像遠地的場合 那回來有個第三 因為其實呢 上一場呢 它是相隔了半年 復出來跑的 能夠這樣復出 跑一場那麼長途 都能夠第三 雖然是馬小的場合 但都能夠有這樣的走勢 其實 反應到匹馬 其實應該都 挺好質素啦 那今天上場熱一熱個身 那應該狀態在今場 應該會再有 推上多一步 即狀態會再增加 那 問題就是 究竟上一場 GV的級制賽隊 的級數去到哪呢 那些馬 是否有這一班 這麼厲害的馬的級數呢 因為始終你現在來到 是排一級賽啦 那你剛剛 乘搭完去飛機過法國 又回來 那 那 那 狀態來講應該就不成而問的 純粹是看看 突然間 轉了場地 因為始終三歲馬比較年輕 它的適應性啦 還有那些馬 究竟能夠不夠級數 上到這裏跑 4號 榮佳月 128磅11一檔 麗英陽騎 八支大馬房 那那些馬 兩歲的時候 就 表現不錯啦 那 那贏到場 未勝出 楊馬賽 那他贏的距離 都叫做可以啦 那麼 也都贏了一場馬 但是 上到他上一次 五月的時候 在這場 三歲的表列賽呢 雖然 這個場地 有少少變化的 但是 回來只有第四 那會不會 告訴大家 大家聽 暫時 他的 成熟程度 還未去到可以挑戰一級賽呢 還在表列賽階段呢 我想 今場上到來 都一個是很大的考驗 五號 靈雪菲 128磅6檔 導遠恩騎 高士登高素德馬房 那這匹馬呢 今年就跑了兩場 四月復出 那兩場都是大日本來的 那 那 形成的姿態當然是輕鬆啦 因為這匹都是當地 備受注目的馬來的啦 那 前一場在四月剛剛復出的那場 就贏六個幾馬位啦 即六個幾馬位啦 上一場 又再贏接近兩個馬位回來的 那上一場是一些 表列賽來的 但是 仍然都贏得很出色的 但是 他是未試過跑這個路程 他是增程四百米上來挑戰的 那當然啦 蓮馬斯一定 就是 平衡量過 馬是有能力跑才會走出來報名 絕對不會亂報啦 那 但是因為這場呢 將會成為大熱門 那這一個 會不會就是他可以挑剔的疑點呢 那大家就要自己斟著啦 六號圖氣千禧 128磅7檔 擺出一二毛 騎 國內法馬房 那這匹馬呢 那 馬的體型呢 是比較矮小一點的 不是那些身材很高大的那類馬 那但是 他出道指金 都連勝兩邊啦 那上一場五月的時候 四月開始初出 上一場五月呢 就在 英國的領飛馬場呢 拍了一場像樹羽賽啦 表演賽來的 那都拍得挺好 還要那個圖程 是已經偏接近二千四百米的了 二千四百二十四米的了 那變相 那對他來說是增程一百米都不到的 那會不會對他來說 這次克服這個二千四百米更加容易呢 那相信 他的賠率應該會比較備受冷落少少的 那但我覺得這些馬 逃程方面這個應該不是很成疑點啦 那還有 以他近期能夠兩邊狀態都不差的情況下 會不會都是一隻冷門有機會爆冷的馬呢 7號藍枝端 一幣十八磅二檔 簡角能騎 惡霸人馬房 那這匹馬呢 這個 他的血統呢 就 看上去 就 來頭不細的 應該挺好的 那但是呢 上次五月的時候呢 是一場 G3的千馬賽呢 那就 跑得比較差一點 差不多包尾回來 只有五隻馬跑跑第四 那他跟頭馬的距離呢 接近有十個馬位 而贏那隻 就是上流貴虎 那 而 還有一個 疑點就是 一樣 要增程四百米 那 對著 這些比較側身 年輕的三歲馬來講 會不會太過吃力呢 那 唯一可以可取的地方 就是有個異檔 叫做 可能不用走太外跌啊 吃那麼多位啊 犯錯機會少些 那幫助一下 那但是我覺得 他的增性機會應該比其他馬呢 就可能要低一點了 八號六月 雙思 128磅九檔 羅敦騎 厄白人馬房 那這番馬上場呢 就在英國 也都贏了一場 三歲的表列賽 那一場都是有少少 變化地的 軟地來的 跑2268米 那會不會對他這場 2424米有幫助呢 因為 叫做 稍微有些 比較接近 因為這場其實有很多隻 都未試過 跑一些比較接近的路程 又或者是 直接跑過2400米或以上的路程 很多都是 增程上來試的 那變相這些 上一場跑到2300多 增程相對來說 少些 會不會對他有幫助呢 那 大家絕對要 要 投注的時候 也要考量下去 九號 行瓦峰支 128磅三檔 馬昆騎 我本然馬房 那 這匹馬呢 上個月 就是在愛爾蘭的內斯馬場 跑了一場GV的 磅馬 按標 南風按標 那便贏了回來 還要當時是跑黏地至遠地 可以跟大家說 暫時看到那邊的天氣 明晚很有可能是跑黏地 就算叫做不是黏地 也很有機會跑軟地 那 剛才大多數應該都跑到軟地的 但是不是每一隻都可以應付到黏地呢 那 未知之所以 因為黏地和軟地是有分別的 那如果落著月跑又會是怎樣呢 那三碎馬 會不會有再不同的反應 這個大家要考慮下去 那 上一場 他跑得很出色 他不是那些典型的擺前走的類馬 他是一些流後追 一股爆發力衝上來的馬 是贏得很好 回到贏了四個幾萬位 但也是 有第二個疑問就是 他也是要增程四百米 叫做因為有個三檔 會幫助很多 那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挑戰一下這些一級賽 收好精神1 128分一檔 五馬騎 我幫人馬房 那 這拍馬最近連續跑了兩次G1 就在英國又跑 阿爾蘭又跑 就跑些經典賽事 分別跑英國一千堅尼 阿爾蘭一千堅尼 都跑到上都名的 但是唯一要擔心的問題就是 他要增程八百米 究竟 對他來說 會不會是一個氣量的大考驗呢 當然 其實照道理 他那兩場 千堅尼米 看回去 其實應該增程是對的 但是 真正正落到去跑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可以 買的質素就已經這麼輕鬆 可以克服到增程八百米呢 這個都真的大家要自己 心思熟慮 因為這隻相信 都應該不會是一些爛碗來的 應該都是備受注目的熱碗馬匹來的 第一號半月式 128磅百檔 波爾學騎 艾柏斌馬房 這匹馬最近四場都十分出色 拿著兩 win 三 win 一個第三 那當然啦 最近那場五月一號 其實都是相較多半年時間 沒有跑的復出賽來的 那他跑了一場二千米的表列賽 那贏到回來 那贏回來的姿態呢 都算輕鬆的 因為他都贏了一層四個幾碼位回來 那但是始終表列賽 對他來說 可能的級數比較低些 他需要比較輕鬆些 但是一件事 他也是同樣需要增程 那他今次增程對他來說 會不會影響到發揮 這場英國象樹大賽一級賽 只有十一隻馬跑而已 馬拼不多的 全部都是三碎癡馬 那其實大家都 剛才聽我說的時候都知道 其實很多馬都要增程 要試啊 那些東西 所以這場口有爆冷 是真的絕對不出奇的 那反而呢 在這些時候 更加應該找些冷門去鑽研一下 會不會有機會可以挑戰到一些熱門 而且熱門又值得有所挑剔呢 那其實我這場呢 是想 比得 刁鑽一點的地方 就是 我是想冷門行頭的 那變相 我覺得因為那些熱門 是真的有些挑剔的地方 還有我覺得有些過熱啦 那所以這場呢 我應該就是 會選擇六號的圖器千稀行頭啦 第一 點就是 雖然 他贏的賽事 兩場 級數上 可能不是證明很多 剛剛贏了一場表列賽 那有什麼這麼厲害啊 但是 他是全組裡面 增程最少的馬 很多都是增程400米 有些甚至增程800米 他只不過是增程100米不到 那變相 我覺得這一個是他很大的優勢 那還有 他的檔位又不是說很差而已 七檔 那變相 會不會比其他馬來講 他會有優勝的地方在這裏呢 那所以我就可能會是 應該會是選擇 淘氣千稀行頭啦 那再來 我就會選擇 零雪飛 五號零雪飛 那這隻馬 備受注目就一定的啦 就是無論是 血統啦 賽積啊 級數呢 也都很多人留意啦 那上次的也確是贏比賽也都出色啦 但是不同的地方 和剛才這馬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的增程400米 那變相這一點 就可能會令我有少少少劇步 變相擺在第二選啦 那第三選 就應該會選擇二號的上流貴婦啦 那這批也是一批很厲害的馬啦 那原因就是 七出賽 三連勝 直落三場 那雖然 雙隔的日子比較遠些 他初出11月 隔了5個多月去4月才復出跑 那當然啦 也都是跑些深馬賽而已 但是都贏 而繼而就立刻再跳情 不是 跳級數 上來跑些GV 也都贏喔 那變相 級數上他可能比其他馬更多證明 起碼他先贏過級制賽 那但是 有個疑點就是 他要增程 增400米 那 究竟三歲馬 這樣跳情法 會否克服到呢 絕對不可以太過熱啦 如果不是就很有戒心啊 另外我 那我再 我選擇呢 就會是 1號的合奏交響啦 那 那 這匹馬上場呢 的確 呃 跑了一些級制賽 還要是一級級制賽 雖然 路程上對他來說應該都幾大考驗 因為他看 之前已經贏著2000米啦 你突然間縮程400米內 跑呢 那始終的步速各樣都有點不同啦 那 但是 最後雖然 叫做個第三 不算太大威脅的 但是 也叫做有個第三 而且都會跑一些比較黏一些的地啦 那 反映到一匹馬 我覺得 場地我不擔心 純粹是擔心屠程而已 那 那 他之前也贏過2000米 那增程400米 希望他壓力會小一些 比其他馬 那 那最後我就會選 9號的 鹹亞風之啦 那 那為什麼會選他 就是因為他上場呢 那場的G3級制賽贏的時候的姿態呢 其實都幾出色的 都彈掉了後面 贏了四個幾馬位啦 那 還有也是 少數可以有級制賽頭馬的馬 在這一組裡面 很多都是跑必烈賽啊 或者一些羊榜賽 或者一些失馬賽 直接上來跑的 那 變相 我想級數上應該會 比較會清先些啦 那 所以我就會選他 那 他也是要增程的 但是 那變相 增程400米之餘 希望我級數可以 幫到一下 那 那我今場的推介呢 就是 6號5號 2號1號9號 多謝大家 S1的第六場 草地 1415米 表列賽 12點 10分開跑 1號低音出色 128磅三檔 馬卓耀騎 葛萊快馬房 那 那 4月 就初出 是一場 3歲 以上 未勝出的馬賽 跑 那 跑直路的 那他贏得挺輕鬆的 回來 走得過幾馬位 那 還有可能 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 這些賽事應該 就是 初出那場的賽事 對他來說 應該是難度不算太高的 在黑馬的走勢 應該還有很多進步的 向上望的機會 應該都是在吸氣賽 挑戰的了 那 那 那 他上場呢 就 開始向前推進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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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第六 六隻馬跑 跑第六回來 那變相會不會其實這隻馬的級數上 是不是真的在這些賽事上表現會差一點呢 因為他輸完那一場之後 他馬上去到一些條件讓榜賽 他又可以輕鬆贏到的 那所以 這場就算用到莫亞騎 都真的要想想這隻馬夠不夠級數 三學巨無敵 一幣十八磅 六檔 多看培騎 牌後高馬房 那這匹馬呢 上場就在二級賽道跑 1200米的直路賽 回到來表現就比較差一點 但是前一場 在變化小色的地 表現不錯 看來這匹馬可能是跑一些 軟地 或者黏地的可能發揮會更加好 上場 自己放不到 跑不合自己那套 回到來就力藥了 那會不會這匹馬自己單騎領方 做得適合自己的步運的話 又會有另外的光景呢 麥堂兒 16磅七檔 李奇峰騎 八德馬房 那這匹馬其實都連續跑了四次表列賽 在法國跑了一場贏的 跑大難地 最近那幾場都上了名的 是剛剛最近那一場 增程上去跑了一場接近1600米的 表列賽 叫做回來比較差一點 那會不會 是 這個圖程上對他有很大影響呢 增馬暫時未應付到 1500多米呢 因為其實他都是一樣的跑擺前走 但回來後有點乏力 那所以 可能這匹馬 暫時都是集中在一些短途 1200至1400 那現在縮下來跑1400對他來說 都幾有幫助 加上如果特地是變化地呢 會更加出色 指五中天 123磅二檔 鬆曼黑騎 歐美羅馬房 那這匹馬曾經在膠沙地的場地 跑一個同程的賽事是贏到的 1400米啦 但是上次 嘗試草地 1400米 咦 都跑得不差 有個第四回來 那會不會其實 他跑草地的表現都不會差呢 他這次是第二次來試草地 上來這些表列賽道跑 那有個二檔 加上轉彎途程他都沒問題 他跑沙膠山應該都 跑過左轉的了 所以 這匹馬變相要估計的東西會少些 比其他馬 6號定程一吻 123磅一檔 布宜學騎 8月幾要馬房 那這匹馬呢 去年 在兩歲馬的表現就很出色的 G2 G1 兩歲馬的時候 都沒問題的 那但是今年 一復出 就特意跑一場泥地 三歲G3級賽 那大敗回來啦 那會不會反映得匹馬 其實對這些 泥地 是比較差呢 比較不適應呢 那因為再加上 他始終十月跑完呢 上次再跑二月 那中間都搞了四個月 會不會那場 其實狀態都不夠呢 那這次又馬一檔 二月跑完到現在 三個四個月啦 會不會當中的狀態又會再好一點呢 那 大家 要留意 這隻馬如果成為第二碗呢 其實都比較多東西要挑剔的 那大家真的要自己小心留意啦 7號 這場次都是跑得比較差一點的 那會不會 在暫時這個 稅數這個階段 對他來說 這些賽事是比較 難以克服一點呢 是不是還要多些時間 去進步 去學多些東西 才應付到這些 表列賽呀 吸制賽 那所以我想這場的機會呢 應該會被比下去啦 那這場表列賽呢 1415米呢 又是一些 比較小賣的場合啦 那也都是會選三隻左右的 那我 其中我應該會 選呢就是會選 一隻 4號蜜糖而先啦 那其實他都不是什麼熱門來的 那但是為什麼我會先選他呢 原因就是 我覺得他 在表列賽經驗 一來是夠豐富啦 二來這批馬可能在一些比較 偏遠場地對 變化場地對他可能更加好發揮 那 我剛才也有說啦 很大機會 今個星期都是跑 這天的賽事很大機會都是跑一些變化地 黏地軟地 那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可以 能夠贏一次表列賽 攻陷到表列賽 再繼續向上發展啦 那繼而第二隻呢 我就會選三個是巨無敵啦 那始終 這批馬 上次上去挑戰那些二級賽 跟那些同齡馬跑 最後跑回來呢 其實是比較表現差一點的 其實是比較失望一點的 但是 會不會其實這批馬 最好的跑法 不是留在中間追人 而是自己放頭跑呢 因為他前一次贏馬的時候 其實是自己放頭跑的 那會不會其實 可能這馬不是那麼巧 去追人 反過來其實 擺前走自己放是最好呢 我亦都想 嘗試一下這隻馬 搏一下他會不會 這次擺前放頭走 帶到回來啦 那我最後選擇呢 就選擇 6號的定程一吻啦 那熱就熱緊的啦 我相信這批馬應該都很受注目的 但是因為他上兩次的表現 都比較差一點啦 那變相對的 當然啦 他表現差的原因是因為他挑戰近一級賽啦 是啊 再加上一場其實泥地都不知道可以怎樣作準 因為 一跑泥地跑得那麼差 唯一解釋就是 他完全不適合跑泥地啦 那會不會上場其實是被他 而是他 輕輸下暴徒以下身的性質呢 那 今場草地 回到草地啦 那就是見真爭的時候啦 那我今場的推介呢就是 4號、3號、6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的話 可以按一按subscribe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啦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的話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刻回覆你的啦 多謝大家